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天同宝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块文化的新书 这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一本书 中文的书名叫做 亲爱的马赛尔今晚离开我们了 法文原来的书名是 我们亲爱的马赛尔今晚死了 这里面一个关键字是马赛尔 马赛尔指的是谁呢 那就是二十世纪 现在文学上面 法国最重要的一位了不起的大师 那是马赛尔普鲁斯特 我有意思的地方是 这本书一来他要写的是 普鲁斯特之死 而不是完整的写 普鲁斯特的一生 另外一件事情 他用这种书名表达 跟普鲁斯特之间的一种亲密的态度 他讲的是我们亲爱的马赛尔 包括不是用普鲁斯特 而是用普鲁斯特的first name 直接称他为马赛尔 也就意味着这本书 要用一种非常特别的视角 他在相当程度上面是事实 意味着记录 普鲁斯特在生命最后三年当中 他的生命当中 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但他却不是用一般 我们看到的传记 或者是历史研究的方式来写 他写的是非常非常细节的东西 意味着马赛尔普鲁斯特 在他去世的前三年 他的生活里面 到底都有些什么样的人 进进出出 他都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也因为这样 所以这本书的内容不可能 完全来自于历史的记录 有相当一部分的程度 是靠着这位作者 亨利·哈奇默 他靠着虚构跟想象 去把它建构起来的 哈奇默是1948年出生于法国巴黎 长期任职文学教师 为了悼念普鲁斯特 显然他对于普鲁斯特 有非常非常深的文学上面的感情 所以为了悼念普鲁斯特 他曾经创作了两部作品 一部作品是天儿普鲁斯特 另外一部作品是巴黎 发现了马赛尔普鲁斯特 所以这部作品是他关于普鲁斯特的第三部作品 要讲的就是普鲁斯特之四 那普鲁斯特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 普鲁斯特他的最重要的关键名作 一般不在中文里面翻译叫做 追以四水年华 追以四水年华 这部作品就奠定了马赛尔普鲁斯特 而不只是在法国文学史上 来自于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 这部作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回忆 整个作品就环绕着如何回忆 以及回忆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他的这部作品到1924年完整的出版 这个时候普鲁斯特其实已经去世了 不过这个时候 刚刚好一个在现代文化 以及现代思想上面重要的一个转折 那就是包括像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 都刺激人们开始用不同的方式认识 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尤其是人的感官跟人的思想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最重要最关键也就是弗洛伊德所揭露的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了解自己 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论题 你以为你了解自己吗 有太多的证据告诉我们 你根本不了解自己 例如说弗洛伊德所揭露出来的潜意识 接下来就联系到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 可是过去竟然都不在大家的讨论之列 也就意味着简单的事实是 我们的思想是不连续的 我们一直不断的有各种不同的断片 我们不会像写一篇文章一样 有头有尾去想一件事情 在想任何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在接受外界感官或者是经验思想的刺激的时候 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分神 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散烁影像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讯息 一直在打扰着我们 这就构成了 如果从生命的现实上面来看 我们真的每天过的日子 是在意识流当中 这个意识流是不稳定的 这个意识流是无法控制的 这个意识流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偶然 所以随应着从这样的一个心揭露出来 意识流的理论跟意识流的认识 而有了那样一部 同样是在巴黎完成 在巴黎出版的了不起的剧作 不过是用英文写的 那就是James Joyce的Ulysses 尤里希斯这么大一部小说 就只讲了一个人在一天当中所发生的事 凭什么会有一天当中发生的事情 可以写这么大一本书 因为用的方法是记录 这个小说主角 他的意识流 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每一天的意识流 它可以有这么多的东西 因为上山下海 往前往后 你有时候想到过去的经验跟灵光 有的时候你从当下现实 联系到好多其实是相关或者是不相关的讯息 因此一个人光是一天当中的意识流 可以如此的丰富 用这种方式 James Joyce完成了他矿石的名作 Ulysses同时也就帮我们揭发了 人类我们原来不意识到自己内在这么丰富的一面 但这丰富的一面 同时对我们自己本身的显意识来说 是如同谜一样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的意识流 在James Joyce之后 普鲁兹特完成了罪意四岁年华 换另外一个方向 他也在告诉我们人的现实 这个现实环绕着回忆 再回到刚刚所说的这件事情 我们对自己作为一个人 到底有多少的认识 有多少的控制 你能够控制你的回忆吗 在一般的认知底下 我们大概都会说 是啊 我现在想要想什么 我正在想什么 我正在追忆什么 我们可以主观的自觉的去追忆 可是这不是记忆完整的内容 记忆非常非常多时候 是在我们完全不预期的情况底下 被外界的 甚至我们无法明确的去连结的这个刺激 突然之间一个影响出现了 一个声音出现了 或者是一段生命当中的episode出现了 所以记忆并不是我们一般用记忆库 或者是像仓库一般的metaphor来形容记忆 但记忆绝对不是像IKEA那种 井然有序 任何地方在哪里 是有标示的一个仓库 记忆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 堆积了很多东西的地方 而且那里面没有明确的路径 什么时候你会走到哪里 你没有把握 因为这样让记忆 让回忆更加的迷人 当然也更加的迷离 所以在最似水年华当中 普鲁斯特用这种空前的方式 帮我们揭露了记忆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在那里留下了让人难忘的一些片段 例如说 最似水年华刚刚开头的时候 他所回忆的是小的时候 在家里面楼下有大人的party正在进行着 一个小孩在那样的情况底下 被早早赶到楼上去睡觉 他的那种心境 以及在那个状况底下 他对于什么是大人的世界 什么是现实 以及即将要进入到睡梦当中的 另外一个领域或另外一个世界 在那样的交错当中的 种种的想象跟复杂的感受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小时候都曾经有过的 但是我们没有像 普鲁斯特的这种文学之笔 把他用这种方式给记录下来 又例如说 最似水年华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段落 是关于马德莲小蛋糕 这就是在马德莲小蛋糕的味觉 完全不预期的情况底下 跟这个味觉过去曾经相关的影像 人还有事件 会突然之间用你触不起防 你也没有准备 甚至有的时候是非常高度 哀伤跟打击的方式 回到你的身体里 回到你的生命里面 完成了追思学年华 也就意味着 普鲁斯特对于人的记忆 跟我们的生命之间的关系 做了一个全幅的改写 从此之后 文学尤其是在面对过去 面对记忆 就再也不可能用普鲁斯特之前的 那样一种天真直接的方式来处理 也从此 记忆梦境 所有的这些弗洛伊德所说 跟潜意识有关系的领域 就变成文学小说 最重要要探索的新天新地 这是普鲁斯特了不起的经典地位 而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 这样的一个人跟他的作品 借着他晚年最后的这段时间 到底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足够起来 普鲁斯特生命的最后 应该说 普鲁斯特在他的创作上面 一直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从很早的时候 就罹患了当时的绝症 肺结核 所以肺结核让他的身体 越来越虚弱 这肺结核 关系到他的生命跟创作 是两面的 一面让他一直意识到 他的生命正在流逝当中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够活多久 所以对他来说 《追四垂年华》这一部庞大的作品 他一定要想办法 在生命彻底流逝之前 要把它完成 可是什么叫做追忆的完成呢 刚刚也不就讲了吗 回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它一直不断的增加 所以这本书就这样 一直不断的修改 一直不断的增加 另外也因为 这本书看起来 始终都没有办法写到 普鲁斯特自己可以满意的 那样一个完整的状态 普鲁斯特就会用 更坚毅的生命的意志 跟他的肺结核抵抗 肺结核产生的另外一个意义 那就是这种疾病会让人 让人的感官变得格外的敏锐 所以为什么在四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 肺结核经常被看作是一种 很特别的文艺病 因为一个得肺结核的人 他要么是耳朵 要么是眼睛 有的时候是全身的感受 都会更加的敏感 所以在那样的情境底下 普鲁斯特他的回忆穿过了 受到肺结核侵扰的身体 而变得如此的具体 如此的生动 这是他生命当中 跟肺结核一方面既是搏斗 另一方面也是共存的 一种特别的状态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继续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阿福 邓福如 让我天天都相信 天天有心听 让我天天想着念的都是你 让我不知不觉感受到了 幸福的滋味 就在台北radio 听见台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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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造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是 亲爱的马赛尔今晚离开我们了 马赛尔是 马赛尔普鲁斯特 法国最了不起的 现代文学作家 完成了追忆四水年华 成为20世纪 全世界文坛上面 最重要的重症之作 也是喜爱文学的人 不能不读 但往往又不见得 能够有能力 全部读完的一部大作品 普鲁斯特是在1922年11月18号 才51岁就去世了 而他为了要完成 他一生当中最关键的 追忆四水年华 这一部我们可以称之为 叫做个人史诗 过去的史诗非常的庞大 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 中间有很多雄壮开阔的起落 那些史诗一定牵涉到 一个巨大的世界 也牵涉到许多的角色 然而追忆四水年华 是一部个人史诗 因为在他的规模上 在他的企图上 像是传统的史诗一样 但是他写的是 一个人借由他的回忆 借由他的记忆 所以他能够建构起 一个像史诗一般的 既是现实 但是又同时穿插了更多的 过去记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为了完成这一部个人史诗 从1910年开始 普鲁斯特就离开了原来的住处 特别搬到了奥斯曼大道 一直到去世 这个时候他一个人 居住在奥斯曼大道的 这个房间里面 身边只有一个仆人 照顾他的生活 从我们所介绍的这本书 其实相当程度上 他就把普鲁斯特跟他的仆人 叫斯拉斯特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作为最后我们如何理解 普鲁斯特离开世界之前 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终结 这个时候 斯拉斯特他要照顾协助 体力不支的 普鲁斯特除了生活之外 另外还要帮他用口述 借由口述 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完成他的文稿 普鲁斯特之所以决定 1901年搬家 跟他在1905年 失去了他一生当中 最亲爱的母亲 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是他一生当中 最哀痛的一段时间 因为父亲去世之后 不到两年 母亲也去世了 生痛的打击 让他几乎崩溃 这段时间当中 普鲁斯特因为伤痛 所以他就中断了原来他的社交生活 他的社交生活跟他的作品 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搬到奥斯曼大道 去隐居之前 马斯尔普鲁斯特一度是巴黎社交圈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者 甚至有了那种花蝴蝶一般的形象 所有这些重要的社交场合 他无所不在 而且呢 一方面他非常的活摇 当然另一方面 也就常常会让人对他如此热衷于社交 感觉到有一种不真实 甚至虚伪之感 这就是为什么在那段时间当中 普鲁斯特隐居了之后 在巴黎有好多好多的传言 其中最响亮的一种传言 就说这个人又在gay了 这个人呢 就是充满了各种不同的 想让人在注意他的方法 现在他假装他隐居起来 还是为了让大家都不得不去找他 他说他为了要写作 所以他隐居起来一定不是 他一定是有别的目的的 这是当时原来普鲁斯特的形象 可是我们从作品当中 我们回头我们知道 也就信赖于他在那段时间 年轻的时光 他参与了这么多巴黎的社交 然后他又如此的敏感 所以在追思水年华当中 他把这一场一场的社交生活 这一场一场的社交聚会 都变成了小说的内容 在小说里 他把他增添了一般这种社交聚会 不会有的一种人文跟感情的深度 藉由那样的一种表面 看起来华丽交错热闹的这个场景当中 他帮我们挖掘探索了 人在那个过程当中的空洞 有的时候是寂寞乃至于哀伤 那因为母亲去世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开始接受医生为他进行心理治疗 这种心灵创伤的严重程度 使得他从九岁开始就有的气喘病 就更加的严重 他九岁就得了气喘 后来这个疾病更恶化 变成了肺结核 这是缠绕他 折磨他一辈子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父母亲相继去世了之后 也就意味着母亲的照顾也没有了 原来一路对自己的写作才华 不是很有信心的普鲁斯特 在这个时候 他面对人生新的抉择 因为这过去他不需要那么认真的写作 那这个态度和这个条件 影响了他跟写作之间的关系 写作一直都是他的一种虞性跟娱乐 他不需要靠写作来争取什么 另外一部分 他也不觉得自己真的那么适合写作 但母亲去世了 很清楚的 这个时候他必须独立 当我们讲独立的时候 不是讲财务上面独立 而是一个心理跟精神的状态 他现在是一个孤儿 是一个无父无母的人 他必须要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生存 作为一个人 他要如何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他的依赖是什么 他的根据是什么 因而这个时候写作 在他的生命当中越来越重要 他就把酝酿已久的 要写他自己一生回忆的 追忆四水泥花 写作计划开始动笔 但是这真的就是命运 意味着他开始认真要写作 他的身体也同时开始越来越不受他的使唤 他的身体状况一天一天越来越差 死亡对于普鲁斯特 并不是什么他现在才遭遇的东西 他会害怕死亡 但是他太习惯死亡了 包括从九岁开始就得了气喘 当气喘发作的时候 那真的会让人家觉得非常有可能 下一秒钟 你的呼吸就停止 你就窒息 你就再活不下去了 因而跟死亡共存的这件事情 尤其是到了生命的末期 一直就是普鲁斯特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不过不同于早期生病 笼罩在死亡恐惧阴影底下 当他开始察觉到 自己正在写的这一部作品 如此的特别 还有原来他自己是一个这么重要 拥有特殊身份跟特殊能力的艺术家 面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死亡 他所感受到的 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下的死亡恐惧 这也就是这本书 亲爱的马赛尔今晚离开我们了 为什么要特别去记录 马赛尔普鲁斯特他在 最后的三年当中的生活的细节 因为他要帮我们呈现的 也就是一个人 他的生命跟他的作品 作为一个艺术家 如何产生了这个不同的意义 所以在书里面 也就有这么一段话 非常感人 在讲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意味着是外在于普鲁斯特 外在于这种艺术家意识以外的一般人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什么都不懂 不懂什么呢 不懂得普鲁斯特 并不是为了抵抗死亡而挣扎 他挣扎是为了要让他的文字 最后的文字 能够变成他的生命的延续 换句话说 他就不单纯只是 像一般人一样 害怕死亡 死亡对他来说 是必然要来的 可是在这个死亡之前 他要确认 追忆四岁年华可以完成更进一步的是 他要延续尽量延续他自己的生命 为了让追忆四岁年华这一部作品 不会因为他死去了之后 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了 所以他才带着这样的一种 非常非常高度的自觉的艺术家的使命感 用这种方式跟死亡挣扎 跟抗拒 不久之后 在他的上方 棺木即将盖上 但他希望 棺木盖上的那一刻 他的书已经完成了 所以棺木盖上 就象征性的变成了 他那一本书的封面 他希望人们不要误解 不要误读 希望写出来的 最后的追忆四岁年华 像他当初所希望那样 只有在这种状况底下 他才能够安心的死去 他死去了 如果他可以这样安心 他就不会有痛苦 这是他要求的 一旦他可以完成他的作品 他就不害怕死去 因为他知道 他的作品将延续他的生命 可是这件事情 也就是扶持着 自己摇摇欲坠的生命 然后让建构当中的小说 可以顺利的完工 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所以他的日常生活 为了把这部作品写出来 他自我限制他的活动 所以他只能够跟有人朋友 用书信来交换 关于文学艺术的 各种不同的观点 或者是生活的点滴 也就信赖有这样的这些书信 所以才让我们今天对于 即将要离开世界 在那里不断地跟他的 自己庞大的作品 挣扎的普鲁斯特 有更清楚 更明确的认识跟了解 在一封1910年 给朋友的信里面 普鲁斯特就写说 三年之前 我还能够坐着 关好窗户的车子 出去玩一天 两年以前 我就已经不能坐车了 但是我还能够到海滩下去走一走 去年 我已经不能够再走出门了 但是每天晚上九点钟 我还能够下楼 到旅馆里面去转一转 今年好了 我只能够两三天 才起来一次 下楼去用一次 一个小时的晚餐 这封信说明了 从1907年之后 普鲁斯特如何在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而且非常严重 普鲁斯特原来还有一点体力 可以外出从事活动 到后来 他没有办法出门兜风 只能够在海边走走 接下来 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 到写这封信的时候的 1910年 卧室已经变成了 把他监禁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 格外的令我们的惊讶 可能也令我们格外的感动 因为已经身体这么糟的情况底下 他还是硬让自己 私生到1922年 他才去世 为了就是 他那了不起的 追忆四岁年华 这部大作品 普鲁斯特在生前 他已经知道 这部作品是出了他 没有任何人写得出来的 后来他完成的作品 也就证明了这件事情 因为这部作品 我们感谢普鲁斯特 因为这部作品 所以我们想要了解 普鲁斯特是用什么方式 把这个作品写完的 这也就是这本书 哈奇默 他要告诉我们的 这本书叫做 亲爱的马赛尔 今晚离开我们了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